大家好,今天呢是中国新年的正月初三 在这里呢给大家拜一个年 祝大家就是在新的一年当中 幸福安康,事业顺利,还有就是生活美满 那在去年当中呢,我记得很清楚 一月份的时候我讨论了 最想念家乡的三件事情 基本上一月二月会是碰到中国的新年 所以呢我们都会应景的聊一些话题 今天这期视频的话题跟回国 跟家乡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不过今天的角度和之前的不太一样 我在今天这期视频当中呢 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 我回国探亲最害怕的三件事 那一提到就是这个回国探亲 或者是在异地回家乡探亲 你害怕的事情 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就是 私如泉涌 会有很多你知道点冒出来 所以呢今天这个视频 会类似有一点吐槽的性质 当然了我没有这个Puffy这样的才华 把它搞成一个非常幽默的那种风趣的视频 我也不想就是很奋心的去批判什么东西 我只想就是比较放松 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 我觉得 大家一些共通点吧 就是我们都比较不太喜欢 不太想去 面对的一些东西 那回国探亲我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帮亲朋好友买礼物和带东西 我一提到这个肯定很多人就是跟我一样就是 哎呀 简直了 真的呀 这里面就是真的是 嗯 对 有太多太多要聊的事情 真的 一提到这个问题 其实我每次想我都会有点头大 真的是这样子 虽然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了 呃 首先就是买礼物和买东西 从表面上说 这个不用都说 大家都是你懂的 呃 耗时间 耗精力 呃 耗钱 然后呢 最重要的就是 现在很多就是 呃 大家喜欢的东西啊 像什么巧克力呀 保健品啊 化妆品 都是特别特别沉的 而且特别占这个行李的这个 重量和和空间 我每每次在回国之前都会做一个 一个比较详细的计划 就是我可能 要买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给谁买 我觉得深一点讲就是 买礼物和帮别人带东西 其实是特别 特别好的展现了中国这种 人情 人际关系 人情事故的这种复杂 嗯 第一点我觉得就是 首先就是你知道 你在买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要考虑就是 你给谁买 你给多少人买 买什么样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 他们会不会喜欢 呃 那有些时候呢 我甚至还会多考虑一点 比方说 可能我会给 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 买的东西会比较好一点 肯定是我的至亲的朋友啊 或亲戚啊 那我就会想到 万一如果其他人知道会怎么办 你知道就是这些 一些很微妙的东西在里面 其次呢 就是有些时候买礼物 或者是帮别人买东西 其实并不是出于你本人的意愿 就是很多情况下 我发现 我买的很多东西都是帮我的父母的朋友 或者是同事在买 比方说我爸的哥们 或者是我妈医院的同事 呃 在帮他们去买东西 就是所谓 咱们现在 俗说的比较俗 俗说的比较俗的话就是 你为了 呃 搞关系 或是打点一些人 你需要买一些东西 可能这些人 在生活当中跟你根本基本上没有联系 但是 出于就是 呃 亲情 父母跟你之间的这种亲情的这种 这种 这种联系 然后呢 又出于就是父母的这种人情面子的考虑 你可能会要义无反过的把它答应下来 但 很可能就是很多情况下 你的心里都是这种 这种感觉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理解我的心情 呃 这一点其实是我个人特别特别抵触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一旦开始了就很难把它结束 一旦有了第一次 呃 我相信就会有第二次和第三次 一旦有了就是 第一个人来找你帮忙你答应了 那一定 呃 很可能就会有第二第三第四个人来找你 而且我觉得有些时候代买你知道 我相信大家都能同意我 就是大家最害怕听到这这这这句话就是 啊 你帮我买个什么什么东西 比方说你帮我买个包 或者你帮我买个表 你先帮我把钱垫上啊 我回来还给你 那帮人带买东西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 怎么说呢 我个人觉得啊 是一个特别中国化的这么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会认为就是 呃 亲情和友情的存在 会让带买东西的这件事情变得顺理成章 呃 而且就是 我们帮忙的人会从这个 这个 这个情意的这个分上去考虑 会觉得说 嗯 我应该帮不帮会 会磨不开面子 会对不起这个 我们之间这个关系 嗯 但是在西方呢 就不太会出现这种问题 因为西方人都是 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边界性的 你上求人帮忙的时候呢 大家基本上都会用一种比较委婉的就是这种问句来来问对方就是 呃 你能帮我买一个东西吗 这样OK吗 或者说是呃 你帮我买一个东西可不可以 然后呢 然后呢 作为就是被要求帮忙的这个人会有权利去拒绝对方 对 一旦拒绝之后呢 那要求帮忙那个人就不会再问了 也不会就是觉得好像 呃 这个两者关系之间会有一些什么奇怪的那种 英文叫做hard feelings 没有 就是不会觉得就是摸不开面子伤人情 呃 但是好像在这个中国来说 这件拒绝的这件事情就很难去做到 那带买东西这方面呢 我就是做的稍微比较西方话一点 就是呃 我从一开始呃 有人问我就是带买东西的时候 我就很坚决的说 我说对不起 我不帮助别人代购 我就直接说这一句话 呃 一开始说的时候会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我觉得呃 这只是一个短暂的这么一种心理章 啊 一旦就是你给别人设定了这么一个 一个边界之后 那你多重复几遍之后呢 别人就明白了 那别人也就不会再问你了 好 光仔人就是聊一些呃 聊一些道理 我就没有用 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是我今生经历的 我觉得是给我是有很大这个 印象 还有并且有这个 教训的这么两个经历 呃 第一个经历呢 就是有一次我回国 然后肯定就要来开始计划买东西啊 买礼物啊什么的 呃 然后有一天就是我爸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在针对我爸 我只是以就是 我爸这个非常这种呃 传统的中国思维的方式 以他为作作代表啊 只是呃 然后我爸就说说 那个呃 说 凡凡你给我买块表 我说哎 我说爸你要表吗 然后说不不 是我帮我一个朋友买 我当时心里听了以后 我就知道 嗯 事情不妙 然后我就说 我说这个 请问这个哥哥或者叔叔是谁啊 然后我爸就说了这么一个名字 其实跟我是完全不沾标了这么一个人 嗯 我当时就非常坚决的说 我说对不起爸 我不帮他买东西 然后我爸听了之后就 就一开始是莫名其妙说 你为什么不给他买 他是我朋友 然后我当时说我说 我就想给他解释一下 然后我说我买东西可能只是给你们买 或是给 就是最近的亲近的亲戚买 我说呃 这个这个人我不认识 我我我我是从来不帮别人代购的 所以呢 我不准备帮他买东西 然后 我爸听我说完之后就觉得 就是有点就很生气 然后说 哎 他是我朋友 而且我已经答应他了 意思就是我应该买 然后呢 我又很坚定的把我这句话重复了一遍 我说对不起爸 呃 这个人我不认识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义务去给他买东西 而且这个东西也比较贵重 但是 你知道这个情况下 我爸就有点很生气 说哎 但是他是我哥们呀 我跟他认识呀 我说但是对 对不起 这个人其实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俩就就僵在了这个循环当中 然后呃 后来我爸使用了一个杀手锏 我相信其实很多父母都用过 然后就是我爸说了一句话说 求你办这么点事都不行 你看你们有什么事情 我们都非常尽心尽力的帮你办 对一旦就是一旦父母说出这种话之后 你知道心里就非常有负罪感 但我听完这句话之后 心里非常负罪之后 我想说 嗯 不行 我还是不能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一旦就是答应了我爸 做这件事情之后 一定会有第二个叔叔 第三个大姨出现 所以我不想让这个 这个情况继续下去 所以当时我就非常斩钉截铁的 把这件事情回绝了 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呢 其实发生在我的朋友身上 但是也牵扯到我了 所以我还是要讲一下 在三年前我还是要回国 对 然后呢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从 他在纽约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把一块非常贵的 Omega的表带回去 我当时一听我就傻了 我说请问这个表大概多少钱 他说嗯 大概是5000块美金 我当时就非常理性的想到了 就是过海关的问题 当时呢 我朋友就说说 这块表呢 我就是以这个个人的这个物品 戴在身上 对 我就不多说 大家都明白 不想想起说 我觉得其实还是有点那个什么的 然后当时我朋友呢 就是为了把这块表 带过来给我 坐火车 从纽约赶过来 然后我们就下午 非常简短的见了一面 他把这块表就交给我了 所以当我当时 我拿到这块表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 有点紧张 因为我觉得毕竟是帮人忙 那不想把这个事情搞砸 这块表又这么贵重 你就会想到很多很多一些后继的问题 比方说万一损坏了怎么办呀 万一就是被海关看到怎么办呀 就是有很多这种思绪在我的脑子里转 然后我朋友呢 他在买这块表的时候 就是帮他帮忙的这个人就说 哎你先帮我把钱垫上 然后由于就是他 他和这个朋友是很好的 这个关系认识很久了 然后呢我这个朋友就先帮他把钱垫上了 结果过了大概两个星期之后 他的这个朋友还是没有还钱 然后呢我朋友就有点着急 因为你知道这边很多这个人 都是用在用信用卡的需要还贷 然后我朋友就就还贷的时间到了 然后就跟他这个朋友说 哎你能不能那个你那个 就是有点在催款的意思 然后一开始呢 他的这个朋友好像就是比较 说哎呦工作忙呀回避呀 过一天再说 大概拖了这么两次 然后到了第三次的时候 朋友就很严肃的说 说不好意思 我最近信用卡还贷 你能不能赶紧把钱还给我 这个朋友说就很生气 说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觉得我没钱 你是不是觉得我还不起你这个表 就是你知道 本来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就是 帮忙的事情 然后确实是我这个朋友 需要还信用卡的钱 而且这个钱也不少 对于我们来说 对方会觉得 这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你是我朋友吗 你先帮我垫上又怎样 就好像上升到了这种 你知道这个面子的问题 然后你知道我朋友就非常难过 说就是有点那种 出力不讨好的感觉 然后他朋友的这个 代表的这个情况 不仅是麻烦了他 而且又影响到了我 但问题是 我跟这个朋友没有任何联系 我跟他完全不认识 我只是就是一个 好像一个搬运工而已 总而言之吧 就是有惊无险的 我把这块表带回国了 我就把表送给了他 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 这个朋友在还钱的时候 管我朋友钱的时候 他只是比这个表的价格 多给了好像十美金左右 对 我当时其实听了以后很伤心 我觉得不是这十美金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 对别人这个帮忙 感激和尊重的问题 就是你知道 因为我朋友花了很多时间 去干这些事情 而且他又花了额外的一些金钱 跑过来把东西送给我 然后他为了答谢我 还要送我东西 我那个朋友送我一个小礼物 然后他的这个朋友 收到表之后只是 没有什么太大的表示 然后就是把钱 基本上是完整的这个数目还给他 所以这是我觉得 我上了深深的一刻就是 我绝对不会帮别人代买 就是非常贵重的东西 因为你知道这里面的人情太复杂了 而且就是刚才我说那句话 有个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好 回国探亲 我最害怕的第二件事情就是 跟亲朋接触当中 面对这样的剧情 就是你为什么不 你应该 你这样就不好 虽然每个人的这个生活情况 这个具体的细节不一样 但是我相信这个剧情都差不多 就是你应该 你为什么不 你这样不行 一方说 就是你怎么还没结婚呢 你单着可不行啊 这样可不好 你为什么不生孩子 你应该马上生个孩子 你都这么大了 或者说是 你为什么不买车 大家别人都开车了 你为什么不买 你有这个经济能力 应该买辆车才对 车是非常方便的 这对我来说是特别特别苦恼的一个问题 那就于我的个人经历呢 我就是特别集中的那个点 就是生孩子 我在上期那个 你问我答当中 已经谈了这个问题 有一两个女孩说 这个事情你不需要去 想别人怎么想 你做自己就好了 没有问题 其实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问题是一旦回国 这个情况 这个人情关系 就是不是你自己能 只能做自己的这么一个状态 这方面 我已经被亲朋好友逼问了太多次 所以为什么上次我在聊这个问题的时候 大家可以感到 我有一些保留 有一些情绪在里面 就是这样子的 而且我每次都是要花时间去跟对方解释 但是我发现其实是没有用的 因为好像 我发现在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 大家特别喜欢用一个矿把你矿住 就是你一定要这样做 所以你知道 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去来 让这个对话比较愉快的结束 或是比较不那么难堪的结束 或者说是让对方来理解 我为什么现在做出这个选择 那就于生孩子呢 我经历了这么几个 好像这种逼问的方式 那第一个 第一步呢就是 你为什么不 你应该 你赶紧生啊 你应该生孩子啊 你怎么现在还不生啊 因为你年龄到了呀 是吧 你高龄产妇过一天 对身体不好 对孩子也不好 然后 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说啊 现在还没有考虑 然后一定会进入下一步 下一步就说 为什么 为什么不 就是我觉得好像就是 大家总喜欢就是 刨根问里的问出来 然后便问到下一步就是 我会说出来 我说啊 其实是对方暂时没有考虑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自己特别个人的东西 我不想去跟别人说 但又不得不说出来 让对方理解我 然后呢 我发现说出来之后 还是没有用 因为会进入下一步 就是听我解释的这个亲朋会说 哎 怎么能这样呢 这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表现 这个男生女生结婚之后 就应该生个孩子 到了年龄 到什么样年龄 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你知道吗 让我觉得特别的愧疚 就好像我把一个缺点告诉了对方 又让别人批评了我 但是我会发现 说说了第二步之后 还是不行 这个对话会进入第三步 就是 一些亲朋好友会给我使一些 出一些手段 一些方式 一些招 比方说有人会说 你这样子 你偷偷把那个套捅破了 这样你就不会把运了吗 回来之后对方就在接受啊 你知道这对我来说 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事情 就是 任何事情都是应该有伤有良 不应该自己先去 做一些手段或什么的 那 还有人会给我提出 这个 一些手段 方式就是说 那你这样子 一哭二闹三上吊 你就跟他使劲闹 他最后一定会屈服的 我每次听到这个建议之后 你知道我的 我的那个头都大了 就是 现在好像是那个什么 一句流行话就是 我真的疯了 我觉得 就是怎么可能让 这个生孩子这么大件事情 变成 有点闹革命的这种性质呢 对 然后呢 当我再解释 再进一步解释的时候 可能对方就会说 说 哎呀 进入了第三步 呃 你们实在不行 去领养一个呗 你知道就 说的我好像 我们就是 生理上有问题似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知道真的是 而且这个模式是基本上 我每次都能经历的 对 就觉得很 很尴尬 又很内疚 又很难过 就一个很复杂的情绪在里面 我非常感激 就是比方说 亲朋出于关心啊 或者出于各个方面的考虑 对我们提出一些 很客观的建议 或者是一些 呃 一些期望 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 呃 但是真的是那句话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不是说 每个人的生活 都按照同一个模式去走 对 然后 而且真的说实话 我们在 就是自己在海外 或者在异地 打拼的这一拨人 都是非常 努力在生活的人 但是发现 总会有一些事情 我们暂时没有达到 或是达不到 然后呢 就会 就会被批评 就会被批判 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 嗯 最讨厌的就是被上升到道德 绑架这个层面 对 因为真的是这么努力 然后再被说自己很自私 然后只为自己考虑 不孝顺 你知道 对我们来说 其实是一件很伤心的事情 好 我回国探亲害怕的第三件事情 呃 这件事情我觉得 比起上两件事情来说 就没有那么的 突兀 或者是那么的重要了 因为这件事情 我遇到过 但是不太多 不过我还是想想拿来说一下 就是 呃 我偶尔会听到 就是有人会跟我说 或跟我父母说 说 哎呦 凡凡现在在美国哦 好厉害哦 生活啦 挣美金啦 你是不是要多给你爸 你妈寄点美元呀 帮他们买个房子呀 或者是买辆车什么的 就我每次听到这个话之后 我真的是超尴尬 就是很多人喜欢说挣大钱 你知道吗 然后 你知道心里就会觉得很内疚 首先就是 在国外打拼已经很不容易了 然后 嗯 当然谁都想挣大钱 就是孝顺父母 但是可能 不是所有人都是 能这么幸运 或者这么有能力去挣大钱的 我觉得 可能 这一点 不会像什么 呃 买东西呀 或者是生孩子结婚这种事情 就是 呃 直接的这个影响更大一点 但是我觉得 其实还是凸显了 有一些人的一些想法 对 就是好像 到了国外 对 挣的钱就会 好像多一点 然后就应该 以这种比较物质的方式去表现 而且我觉得就是跟这个相关的 就是很害怕 呃 给他妈买了 买了栋房子 我觉得真的是 你知道 这种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我觉得其实 在海外生活 这么长时间 发现 呃 对父母的这种感激 是越来越深的 对父母的这种牵挂 也是越来越深的 呃 可能很多情况下 我们不能用 金钱 和物质 去来表现 我们对 呃 父母的思念和爱 但这并不代表 我们没有这种感情在里面 而且我也觉得就是说 对父母最大的孝顺 就是要经常回去看他们 然后多花时间陪他们 多关心他们 我觉得这个是 最好的一种表现 呃 今天就聊到这儿 呃 相信大家会跟我很有共鸣 然后我没提到的一些 你比较害怕的回国探亲的事情 会 想跟我们分享的 一定留言在下面 跟我们分享 真的我们俩特别喜欢 看到你们的留言 还有就是不要忘了 呃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视频的话 就一定要 然后 呃 如果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请和平的告诉我 不要就是你知道 对 有些时候会收到一些 比较负面的评论 对啊 大家对 互相的和气一下 因为现在过年嘛 好了 在这里呢 再给大家就是拜个年 呃 祝大家开开心心的 过完这个 假期 然后呢 那我们下一期Monthly Chat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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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